诶 有什么呢?你是不是发现到 就是很多地方你 线路会比较差 尤其是在好像你的那个 屋子的后面 因为你的线在前面 然后在这里呢,接受不到一些网络 所以就很烦恼 所以呢,今天我在网上 就去 套了这个东西 诶,这个 呃,刚刚寄到 所以我就试看 开包,看我转到这里 后面会不会增加我的网络呢 这家是 TP-Link 然后 Range Extender 这个就是让那个 网络 可以 让WiFi 更快的 所以, Extension 然后,它这边又是写 Intelligence Signal 所以,它是有智能的 然后,Access Control Easy Setup 就是很简单 应该有 Multi Language Dual Band Backup 还有就是 High Speed Mod 嗯 所以,它就说 如果你的Modem在家楼下呢 你放在楼上,楼上就会 啊 有这个Signal 就很强 所以,所以我的 这个啊,在客厅 我的Modem在客厅 所以,这个我要装在 这个 啊,厨房这里呢 就看,哎,是不是可以加强 嗯 所以,它就是 啊, High Speed Mode Extension Etherna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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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,有Signy BaoJiao 现在,再来开 OK Mode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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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所以,摸出来 这个就是它的 Quick 所以,安装的点 就是第一 就是我们要 靠近这个 Modem 这里 然后我们在这里压 把它打开 然后 下这个QR Code 一步一步来 就可以完成了 嗯 来 它是一架这样的 那个 TP Link 可以 然后把它拿 And 还有一个 机器人 上面这边就是一个 开关 然后就是它的Signal 就这样简单 嗯,其实看起来就是整理很简单 好,先去安装 我们要 ON 这个 把这个装好 OK 然后之后 我们就 啊 scan 这个QR Code 就会看到 TP Link In Store OK 所以 你要开启 然后 这边TP Link 就是 就是 证密码 然后就按注册就可以了 嗯 嗯 OK 所以它会寄到 E-mail去 确认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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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它有Signal的E-mail 所以它就切了 点击完成 所以就按着了 点击完成 OK 恭喜你 已经完成了 所以这个第一步骤 我们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按这个 这个 启用 登入 所以在这边呢 它就写 啊 还没有 那个确认到 所以 所以 按我们就要添加 按添加之后 就找这个 OK 这一步我们要就是 拿范围广展器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电量是亮着的 然后 第一点 OK 开 OK 你将会来到这个 网页 它就叫你放你的 它就叫你放你的 啊 密码 这个就是和你的WiFi的密码是一样的 就打进去 OK OK 打完密码之后 就按开始 嗯 它就可以 再做setting 然后 就 把它先 然后我们就找 这个 可以了 是这个 然后 嗯 就发现 它已经 继续了 讯号已经有 OK 这边就可以按 按 所以这个 我们已经可以 关键了 我们就把它装去 厨房了 OK 现在我们把它装在这个厨房这里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 啊 那个客厅的那个 WiFi 所以它的 信号是很弱了 所以 哎 它的信号已经不见了 不过现在我们装了这个 Extension呢 它的信号是很强 所以 我们走去后面看 它 它的这个信号 有没有在呢 通常呢如果是走在后面这边 这边是 没有 讯号的 如果用了这个讯号呢 现在在这里都有 讯号 还是很强 现在我们是在这里外面 讯号还是很强 现在我们试询 去 去 POPHOUSE 嗯 还蛮快的 去自然气 一个房间 听听看有没有声音 音乐 嗯 有哦 太阳明显过去 你那个很近 能去到哪里 嗯 就是像刚才 我遇到这个 我背负他 他虽然是学太阳 但是 他是 诶 看到 诶 他信号还是很强 像我们在外面 所以 这个算是 开发成功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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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